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20 今天我们请到这个白天使来 520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我爱你 520就是我爱你 然后其实很多人讲我爱你是真的还假的呢 你觉得呢 这是真的比较多还是假的比较多 这有些人是真的 但是有些人是假的 所以今天我们是 我们知道外面 这个COVID-19很严重 然后又有停电 然后又有旱灾 然后这个事业人祸午夜穴 然后我们知道今年520呢 大家通常是520有个重大的日子 日子是什么呢 旧旨典礼吗 哎呀 总统旧旨典礼 我们在2016年520呢 这个马总统呢 任期届满 然后换了一个新的总统 叫做谁 蔡英文 蔡英文 对然后我们在 蔡英文我们在2016年1月11号 他还没有上台前 我们就在有一个叫Live House 我们开个全国法律界最早的直播节目 哇 对然后就要谈私华改革 在哪里开博士会议吗 没有在直播啊 直播在Live House 直播这个是第一个从事法律人的直播 那时候很很所有人都还没直播 我们已经开始直播了 哇塞 太厉害了 对然后我们也找了姚立民啊 还有很多人啊 还有动脑杂志的吴敬生啊 陈银聪啊 联博士啊 联博士 很多很多人啊 我们就是还有那个杨石秋啊 我们就在直播台啊 就是开始第一个直播 那个原来直播呢 那是网路的直播啊 那其实很很 当时大家都很 很吓一跳啊 那现在这个直播已经都不太 大家都在直播 司法院也在直播 但是他不准底下的这个法官直播 司法院长自己在直播 对不对 这很奇怪 那1月1号是司法节 对不对 对 那2016年520 蔡总统呢 就职 那职职他获取最大的掌声是什么 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 上个赛 对他要用司法改革 所以很多人都给他寄以后患 以前的总统 司法改革都不敢讲 他竟然敢讲司法改革 对 520司法改革 哇 蔡总统太厉害了 对不对 非常有 可是嘴巴讲得漂亮 是不是真的有做到 到目前为止四年嘛 四年五年了 那今年2020年 2月28 蔡总统又讲了一句话 公务人员要有人钱DNA 哇 很厉害吧 人钱DNA 以前 2016年讲司法改革 哇 如的掌声 大家都是记 Number one 希望 对不对 那时候 陈水扁叫做快乐 希望 陈水扁 那这边叫司法改革 希望 蔡英文 可是 可是 2016离现在有几年了 四年 今天就五年了 今天五年了吗 16 6 7 8 9 0 对啊 2016到2020吗 今天21啦 21哦 今天21啦 五年了 五年大家司法改革 只闻楼梯想 不见人下来 然后 司法改革 最要改革的是谁 司法院 法治的司法院 其实 我们以前讲了 司法改革 政要改 是总统都可以改 可是总统呢 又不敢改 这里 我们会谈到 蔡总统有一些 人格的特征 他有讲出来 但是害怕 又不改 那像2019年 1月2号 还几号 他说要给大家 花红利 对不对 有啊 有啊 结果出来以后 总统的脸 就对他说 要花红利给大家 结果后来 这个财经 八王跟他讲 不要不要不要 他就收下来 所以蔡总统呢 其实有 他的人格的特质 我们待会会跟他讲 他有什么 人格特质 为什么 他司法改革 不会成功 花红利也不会成功 为什么都不会成功 我们今天叫他 做一件事 会成功的 2020年 520 陈清夕案 这个监察委员 给这个 发布一个重大的消息 就是陈清夕在 去年的今天 他的皇子呢 终于不要被查 因为当时 原来皇子是 木造皇子 结果他给他讲说 是专照的 就其实跟登记不一样 所以这样就把他撤销了 这个理由当然 房子不一样就撤销了 对对对 但是对人钱来讲是对的 因为只有1.8万两张 交通华单 竟然把人家皇子呢 祖处呢 他爸爸的那个祖处呢 给人家查红拍卖 把它卖掉 差一点让人家流离失所 让两个未成年的 这个小朋友呢 有问题啊 那这个陈清夕的女儿呢 听说今天 本来520今天要结婚了 那今天要结婚啊 对因为要 感谢蔡总统啊 啊感谢蔡总统 让他们家 感谢蔡总统啊 让他们家 就现在就是有问题 所以今天这520真的有两大重大意义 第一个就是司法改革 第二个就是人钱的 澄清夕的案子 然后再来他又讲人钱DNA 那我们知道 有一件事很容易做得到 什么事呢 最容易做得到呢 大家知道假案 只要一听话 他的身旺就会大涨 那假案大家知道 哪个假案最严重呢 1996年的1219太极门案 那个是侯宽人制造出来的假案 对不对 那这案子如果平反 蔡英文是不是可以拿到 这个世界这个人权的DNA 人权诺贝尔甲啊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 这包含这都一样的问题啊 但是他的个性做得到吗 如果其实他要改变个性 他就可以做得到 可以做得到就不得了 不得了不得了不得得得了 大家让他完全执政呢 目的就是希望什么司法改革啊 没有他其实都害怕旁边的啦 对其实这520我们有一句话 我们今天会跟你讲已经的一句话 那就是说如果你害怕 那最你的敌人不是来自于敌人 而是来自于最亲近的人 最亲近的人是害死你的了 因为最了解你啊 因为你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今天这个1450一定要看 很多人都要看 看了这节目呢 其实他们民进党的执政呢 就会更好 也不会明年呢 嫌疾大败对不对 也不会再来嫌疾了 好像因为了黄毅的问题 然后好像这个双北市长 有个要当总统 有个要当副总统 所以这东西其实要可以改变 我们以前有讲过一句话嘛 对不对 很多历史的因素呢 不是必然 是在偶然 偶然呢 才是必须平常要好好培养 培养偶然因素就会赢了 对不对 民进党执政也是靠偶然因素啊 对不对 那国民党执政也是靠偶然因素啊 所以大家就是偶然 偶然来偶然气的 对不对 偶然 偶然 对不对 偶然之前还是需要一个踏实的基础 才有办法偶然发生 白天使你今天要唱歌唱偶然 偶然 好那我们今天很重要 今天我们的题目呢 是要谈520什么 总统的DNA对不对 人权DNA 人权DNA对 然后今天为什么 我们有个问题 台湾司法改革520 讲完了以后 他讲说 可是当天 后来过了一阵子 这些司法团体呢 就打脸蔡英文 打脸蔡英文 对对对 你知道吗 今天是 台湾司法是 真的是被掏空了 那为何 大力士楼 可以主宰司法前 这是正常的司法独立吗 大家知道大力士楼 可以出来当大法官 也可以出来当政务官 也可以出来当立法委员 也可以出来当媒体 大力士楼现在在台湾是真正 其实我们讲那个叫松山之乱 还有那个张兰之乱 北陀之乱 红蟑螂是不是 樱桃蟑螂 樱桃小蟑螂 其实那个自乱呢 其实都没有大力士楼厉害 大力士楼 只要一执政以后 如果你有官司去打 要天文数字 对不对 哇 那不是没有钱 就等于就直接没有办法 进行诉讼了吗 那不是就应了蔡英文总统讲的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是有钱判生没有钱判死吧 因为是连机会都没有啊 哎呀 那个法官也怕立士楼啊 对不对 输送权不是一个基本人权吗 这个陈仲博 这个老师有讲过 司法程序是可以拿得到的 但是很贵呢 很贵 要这样子就对 知道就好不要讲出来 这样可能不过可能要这样 还是这样 不知道不知道 很贵很贵很贵 大力士楼 真的 其实台湾 究竟是司法独立 还是大力士楼主宰 还是司法 究竟是司法独立在当大老板呢 还是蔡英文当大老板呢 还是大力士楼当大老板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 好那我们知道 司法独立呢 应该是在个别法庭 对不对 受到 可是个别法庭受到 通案的司法行政的主控 上司的个别法庭的主导权力 所以没有一个法官敢出来讲 所以我们知道 有很多法官出来上媒体 讲话 他就被修理了 有个叫陈什么祥的 对不对 对 好的法官呢 对啊 他是很好的法官 真的为人不着想 但有没有司法独立 你不是看美国片 有一个法官呢 他自己还在开直播嘛 对不对 对那台湾呢 开直播只有司法院长 其他人不能开直播 没有权力可以开 没有权力可以开 对 那为什么美国的个别法官 他可以开直播呢 因为人家司法独立啊 而且他敢讲 公平审判啊 对 This is my court 这是我的话题 现在台湾那么多法官 谁敢讲 这是我的话题 最近那个国民法官的 那个广告打得也有点凶啊 电视上都在打国民法官的广告 您有发表的权力 对对对 国民法官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像我们知道 金人有职业金人 还有这个 普通金人 还有国民兵啊 国民法官就是国民兵啊 金人有陆海空军对不对 对 但是还有国民兵啊 国民兵是什么意思 就是业余的业余啊 业余的业余 那他有权力吗 他有决定的权力吗 有啊 有听人家 被人家影响的权力 他没念法律系啊 但是他也有参加判断啊 奇怪啊 对不对 没有念法律系 可是逻辑不见得不清楚啊 但是 经过他们在旁边 加以培养以后 原本逻辑清楚了 也可能逻辑会不清楚 对 有可能这会被搞混 因为敬诸则诸 敬黑则黑啊 敬诸则静默则黑 敬默则黑 因为他们 现在在主导的人 司法 司法的问题是在哪里 是观念不清楚啊 还有 摇摆不定 对不对 还有 陈契也没正义 然后也关照政计法则 然后有了有钱判生 没钱判死 那这样的问题很严重嘛 这样国民法官的参与 有办法解决问题吗 我问你啊 我们讲上一个19集呢 我们在讲 今天120集 19集我们在讲这个杜延坤嘛 杜延坤开刀对不对 他是专业的 可以开刀可以1000刀 那我们如果在国民外科医生呢 可以解决问题吗 哇 大家结了 杜延坤开刀吗 国民医生 国民外科 反正他一天到晚就在变嘛 对不对 他永远变国民兵嘛 对不对 然后 反正 反正 就是变仪式而已 然后真正没有变嘛 因为 真的来讲 你为什么不让 我们培养人前法官嘛 人前检察官嘛 人前立法委员嘛 这才重要嘛 可是他不强调这个啊 他强调 最高的就是司法院长 院长 对 然后就像金队一样啊 有江金级的法官 校级的法官 魏级的法官 还有国民兵的法官 哇 有种天罗地网的感觉 陈陈陈 阶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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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次当兵 当不过影台 到司法界来当兵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呢 在 我们在这个 2016年1月11号 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那时候 政权快要加出来了 因为投票 大概也是差不多了 是蔡英勇要来接520 这时候我们就有谈到 这个司法的问题 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有谈到 司法被公司化 因为马英九呢 他把司法院长呢 找一个 某一个历史楼的 这个里头的主持人 当司法院长 然后里头的大法官呢 也找那些人来讲 就历史呢 就近代司法院呢 来在野华潮 来当在朝华潮 所以历史呢 地位呢 比检察官比法官呢 还高啊 因为其他人呢 其他人没有社会背景 对不对 所以这时就是 司法被公司化 那我们当时 我们在2016年1月11号 司法节呢 我们讲说这个很严重 希望呢 新的政府能够改 就蔡英文执政以后呢 会一旦没有改 更厉害啊 对不对 变本加厉啊 是啊 那这样难怪 为什么 司法被公司化 司法呢 比钱力 money 比power 都整个被掏空了 所以司法里头 整个来讲 真正要从事法官 他不能讲 This is my court This is not your court 对不对 这个是 李四楼的cord 所以司法被公司化了 所以我们当时就提到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对 网路直播 盈利至上 我说公司化就是一切以money money 盈利至上 没有 他们来配股啊 还有配股配血 对 还交叉子股 哇 所以全世界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 司法被李四楼呢 介入 那这是马英九 开的 蔡英文接的尾 就是马归蔡随 对不对 那这司法不坏 会坏了 全世界 所以啊 这个司法比 呃 陈水平时代呢 应该讲更坏 没有更好 那现在难怪弄一大堆国民法官呢 其实没有更好 那其实 但股东是谁啊 啊 大的股东是谁啊 股东啊 对最大的 股东其实 律师楼里头还有 呃 财团法人 还有好几个法人 律师是归哪一个部会管 还成立很多社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多律师呢 叫什么社 什么社 什么社 然后他们就是 呃 他们是 人 他们真的是白道 因为呃 其他人 他们穿衣服真是 黑色白道 对 真的白道 一般警察那个白道呢 还不够白 他们更白 对不对 而且他们呃 一个案子呢 呃 现在如果呃 是当红的律师楼呢 一个案子呢 好 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我们知道 很多的这个 呃 呃 法官啊 不是很多案子呢 被 被丢到 呃 假案啊 被害的话 要找律师啊 找律师要花很多钱 对不对 他们说用钱可以唱的呀 没有啦 你知道有个故事嘛 叫白蛇 午夜到了 端午节就要到了 对不对 呃 白蛇跟喜仙 然后呃 白蛇就 在哪里都放毒 然后洗仙就卖解药 哈哈 然后 呃 这些法官啊 或检察官呢 放毒 对不对 然后就去找 卖解药啊 卖解药啊 那 只有他们 包括刀叉十股 哎 这个利益不错 这个循环经济 对 所以他们 呃 讲司法没有急诊室 我们19 19就是急诊 司法当然要急诊室 对不对 急救了真的 对啊 看所所都没有急诊室 这样怎么可以呢 对不对 但是台湾的司法就乱七八糟 因为也不跟正常的司法写 然后越写越烂 然后降纲文化 越降越烂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越烟越烂这是正常 越烟越软越烂 对 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提这个问题 提说要解决这个被掏空 然后被民营化被改掉了 那这个问题后来有解决吗 没有 对不对 没有 不是已经这么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 2016年1月11号 2016年1月 到现在已经5年了 对啊 刚好满5年了 超过5年 5年4个多月 5年4个多月 我们1月11号就提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蔡英文呢 后来有讲 在这个司法国事会议里头 就有讲 就是说 有清判证没清判识 然后就被 一些法官就很生气 法官就说 花脾气 就是打领蔡英文 说你这样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你是判台湾司法实施 蔡英文呢 如果 理念够强的话 就把这些 反叛的人 对不对 全部抓起来嘛 对不对 但是他又不敢 因为本来司法改革 都是大总管嘛 对不对 因为台湾的司法 因为没有民意嘛 只有总统是第一总管嘛 那第二总管呢 就是司法院长嘛 那第三总管呢 就是这个里头的秘书长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问题慢慢越来越严重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台湾的司法 现在人民真的痛苦 然后人民呢 皇子被抄了 然后找司法 然后司法呢 也就帮你 先脚先再说 不解决 但是最近有蛮多好的司法官啦 对不对 对 最近有很多不错的判决 像第一银行的那个会推案 流浪法庭二十几年 三十年了 那个叫做法官呈现议 陈建议呢 他去找建宗呢 把人家平反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官 对不对 然后像太极门案呢 那个赵子龙 其实很认真 对 把他整个案子开庭了 从早上开到晚上 然后这样也把它平反 然后后面还有13个法官 对不对 一共有14个法官 都非常认真 太极门案有14个刑事法官 那太极门的这个行政案件 税法案件有很好的法官 不过那个制度不太好 因为他重新再来 重新再来一次 二三次再来一次 一二三次 二二三次 三二三次 四二三次 再来一次 搞到你25年搞不完 这天下最烂的制度就在台湾 司法改革 要改 就是改行政法院 为什么不改呢 这样才可以一直赚 一直赚 赚不完 赚不完 所以才会有三头吸血鬼 对不对 只有三头吗 三头 就是财税帮 司法帮 财经帮 对不对 现在还有交通帮 还有什么乱七八糟 教育帮 对不对 对 所以钱可以解决一切吗 然后还有习清皇 习清皇也提到这个日盛生 美和式的土地 那也很严重 也没解决啊 现在都搞得乱七八糟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杨石秋呢 也讲这个 以前通过欧洲的赎罪件 这样怎么搞的 对不对 所以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都有讲啊 所以我们讲 司法你不要吓我 我是公民耶 你卖的错 可是现在警察也在吓我们 然后最近也一大堆问题 对不对 警察也蛮多问题的 然后也有一大堆 有个叫张姓二姐妹 对不对 张大姐张二姐 然后被警察三重 某个派出所的所长 就把他抓起来 对不对 现行案逮捕 然后把他收身 对不对 然后后来呢 他打国家赔偿 打赢了 打赢了 最近打赢 平反了最近 对国赔 对 所以我们的警察 究竟是人权警察呢 还是随便可以抓人的警察呢 还是掠夺意识形态的警察 还是听上面的意思呢 跟我们司法一样 我们司法呢 究竟是救人呢 还是人家掉在那里头呢 落井下石 对 对不对 落井下石 扔主手还是丢石头 对对对 白天使 真的蛮严重的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知道 侯宽伦呢 这个起诉书以后呢 我们有个故事叫两坨大便 你懂吗 就是那个假的东西是大便嘛 就说这个是黄金 然后丢给这个赵子龙说 这个是黄金啊 你就犯了 是黄金很漂亮吗 对 赵子龙审查了半天说 这哪是黄金 这大便拿回去好了 所以就把这个检察官呢 因为没有罪嘛 没有证据嘛 就乱起诉嘛 都是假造的 然后可是在行政案子呢 这坨大便就复制成另外一坨 竟然呢 可以在税法里头 可以走24年 25年 那里头呢 有一坨大便 有分之一是大便 把它切割成为六小块 那另外五个小块的大便呢 说是星座是大便 但是另外一块呢 是金座 这不是大便 这个是黄金 变变中一小桌 所以行政执行署呢 他还可以把它执行 他可以领奖金啊 对不对 因为拿假的东西 还可以领奖金 你说天下的重视吗 天下一直在发生 所以蔡总统 你要做司法改革 设计案件呢 最好改革 你一改呢 就立竿见语 大家都知道你赞 而且国际人权团体呢 也觉得蔡英文呢 可以把24年25年了 人家不能解决案子 你解决了 完全都可以 但是你认为白天使 你认为蔡英文做得到吗 只要有魄力就做得到 你觉得蔡英文有魄力吗 最近面对各种疫情 水情军情电力 似乎还不太足够 没有他就是 我们待会讲一些例子 让他更勇敢 而且他还剩下 现在已经第六年了 对不对 还两年了 两年多嘛 对呀 2020年 2024的520就要下台了 对不对 很快 现在就2021了 还有三年这 两年多 两年多吗 没有啦 520的话 520现在是第二任的第二年了 对不对 21嘛 222324啊 所以是两年多啊 2020520是第一任嘛 就职嘛 然后今天 哎 满一年啊 对啊 今天是 哦 今天满一年嘛 所以还有三年 对不对 2021啊 222324 三年 对啊 对啊 还有三年 对 所以 其实他可以做很多事 不过 不过有些事呢 他的 是真博士还是假博士 还是 之前有两个问题 是真博士 假博士 还有一个问题是 有人讲说 博士呢 不管他真假 但是教授呢 他是 是深的 所以是真教授 不是假教授 所以这是两个议题 真博士 假博士 真教授 假教授 但是我们可以帮他解决 其实可以解决 因为有个问题用时效来解决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所谓的社会相当性 或者是可隆喜的风险 或者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不法医师的签接禁止错误 刑法的第16条 刑法16条 对 其实他可以解决 像国务纪要会 所长特别会 其实用刑法第16条就可以解决 结果后来他们不用这个解决 苏贞昌用什么历史工业 修改会计师法 这是乱解决一通 所以解决让人家笑 所以很多东西要专业 没有专业做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 难看不好看 所以我们知道真的要专业就会赢 对不对 然后我们知道 我们当时有要总统要有司法改革切结束 结果蔡英文没有签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在520 她有些东西她其实不敢签 其实她知道520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很多人讲我爱你 但是也有可能她说我爱你 对 所以520是一个充满着奇怪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真的要在520好好思考 然后我们看一下 希望蔡总统可以爱我们的人民 所以我也要去爱我的学生 现在要下台了是吧 对 那你要赶快去爱学生 然后现在我来唱独角戏 那你待会儿能够回来吗 待会儿 回来可能已经结束了 两个小时以后 好 那我们看一下 真心 对不对 520一定要真心 然后你要不要唱一首歌给蔡总统 唱什么歌 偶然 真心 真心爱你 真心爱人民 对不对 真心爱人民 真心爱你 真心爱你 真心爱我 太好了 谢谢白天使 刚刚小天使呢 他是下了我们的这个直播台 然后他去上他的讲台 其实他那边有更可爱的一些小朋友呢 其实围着他 所以他可能那边的直播台也很好玩 对不对 他的讲台直播台也很好玩 那我们今天就要讲520呢 他的真伪的问题 所谓520呢 往往并不是我爱你 并不一定是表里统一啦 他有时候是会真伪呢 会有落差 若只是相信 人家讲我爱你520 这是一个好日子 那其实 也会掉入了我们所谓的误气 误气 错误的地气 那我们为什么讲这个 真伪呢 会有个问题呢 我们就知道 所谓呢 情伪相感而厉害性 情就是真实的 然后伪就是假的 然后一个人呢 不要只听一句话 我爱你呢 就高兴起来了 我们有时候要听 话里头的自理行间 还有真正的意义 有时候呢 这句话讲我爱你 其实是假的 所以呢 情伪其实富有 互相感应 其实都不能够说 真的讲这句话 就一定是真的 所以 但是你也不要讲 我爱你 人家就会相信 有时候呢 他是 别人也会感受得到 长久下来 你讲话 跟你实际的行动 都会构成 究竟是真的是假 那其实 这个是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 上法力逻辑学 逻辑期里头 会有所谓的 所谓的错误 错误呢 就主观跟客观 然后产生不一致性的时候 那有分成为不知跟误论 不知就是不知道 这句话争议如何 我们也不知道 你讲所谓的改革 是真的呢 还是改革是假的 所以开始呢 不知 那就会产生误认 误认你改革是真的 所以这时就会有这个落差 那我们记这个 1996年 这个1219 太极门的宗教 扫黑案子 当时呢 大家 不知道 这个案子呢 其实是一个假案诊数 那误以为这个案子呢 是 检察官是有政绩的 检察官是 真的是形式公权力 那只是 他的态度比较不好 哪知道 他讲说 什么眼睛呢 闪过一丝 因你呢 就知道你是 他办案的经验 哪有这种办案经验 然后还可以在 陶木剑里头养小鬼 就好像 在这个 耶稣的十字架里头 养魔鬼一样 所以这个很奇怪 所以我们知道 经过了这么久 检讨以后 原来 这根本不是错案 也不是严案 它根本致死 就是一个假案诊数 那当时也不是宗教扫黑 是宗教抹黑 现在还动不动呢 这种利用媒体 然后违反侦察公开 然后违反这个 所谓有利不利 一利注意 违反刑事诉讼法的人钱的东西 那这个在 当时侯宽人的案件 就显示出来 它已经不符合 所谓法律人的 所谓的求真 法律人的 所谓的用政绩主义 法律人用逻辑 法律人用华条 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个 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 它是假 可是当时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也认为什么 这个是严案 是错案 那这个也是 法律呢 写的上 上面 它因为不懂的 所谓的错误理论 那另外我们知道 2020年的919事件 那也是不知道 原来他们有撒谈退役 所以我们也误以为 这些警方 谢伯贤 叶日仁 还有蔡文心 他们是执行工钱力 后来发现了 在录音档里头 或录音带里头 或者整个影带里头 我们就发现 他们是原来都没有政绩 然后 胡乱的用现行案逮捕 还有胡乱的把人家限制租金 所以我们知道 包括这个彰化地检署 郭永花检察长 还有那个当时的那个 陈信检察官 他这个东西 其实都有刑事责任的 所以我们知道 法务部呢 如果要追查 还有人情应该追查 应该主动来追查 这个案子 因为我们觉得台湾的法制 施法 其实应该进入科学化 进入人情化 进入真的民主法制时代 不能够再听凭 以前的这种 人治时代 然后威浅时代 然后胡搞瞎搞 然后也不尊重法认 也不尊重人情 也不尊重行法 不尊重现法 不尊重正气 不尊重逻辑 所以这个很严重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沙凡推演 还有这个错误理论 其实在这里头 我们就可以洞悉 洞悉 原来很多案子是假的 不是真的 然后我们知道真伪问题呢 其实是要用观察分析批判 跟诊断来做 现在在医学上 大家都可以观察分析批判诊断 这都没有问题 那是在法学上 其实也要跟医学学 要观察分析批判 所以我们知道 像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究竟是真博士 假博士 就是真教授 假教授 这些点点 他都会有一些真伪的问题 科学存在的问题 政绩证明的问题 但是如果忽略了真伪 真假的问题 就会衍生成为厉害得失 这是另外所谓的灰真伪的所谓的问题 那就是所谓的厉害得失 所以当时有一个印第安人讲说 底下他问一个小印第安人 小印第安人 他是要说前面有两头狼 一头狼是善良的狼 他都是会帮助别人 然后就像以狼共舞的那个狼 这是善良的狼 那另外一头狼呢 就是恶狼 然后他看到这其物别人 然后问这个小印第安人 印第安的 印第安哲学 他问他 那你们小印第安人 你要挑哪一个 小印第安人 当然我喜欢了这个善良的狼 因为这个狼呢 也是有灵性 那这个后来小印第安人 看到他的这个老印第安人 酋长就说 怎么酋长在笑呢 那酋长就说 其实我就看哪一头狼呢 跟我比较好 那如果是恶狼跟我比较好 我就支持他 善良的跟我比较好 就支持他 所以是因为我的厉害关系 所以两个哲学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 我们的法治文化 我们的警察也一样 有的是不管是会 不管真假 只管跟他是他同挂的人 他就认为好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跟我们的思考 就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我们知道脱离真伪 然后脱离法治 脱离政绩 然后进入到所谓 跟你有厉害关系 这个已经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打垮你的呢 并不是你的敌人 而是你自己 或者是亲近你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 有个易经有讲 还义之情呢 进而不相得 则凶 迫害之 悔解 利 我们知道 进而不相得 就是 如果你关系太密切 那越来越不能够合作 这个是最坏的 最危险的 那也就是变成最大的大害 所以我们知道 当你的 亲近的人 如果这些人呢 是跟你不能够相容 跟你的概念不容 然后呢 就是会害你 所以为什么 同党的人 杀的话 刀刀见骨 所以我们知道 刑警快到了 然后我们知道 很多问题呢 就会进入到这些问题 那520呢 也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你所爱的人 但是他有可能 是杀害你的 所以我们知道 520有这些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另外在谈到命运的吉凶呢 是在于必然因素呢 还是偶然因素呢 还是偶然因素呢 平时就要努力的培养 往往是成功或败亡的关键 我们知道 像最近疫情的问题 究竟这个偶然因素发现 那偶然因素变成影响很大 原本呢 必然因素就认为 我们都可以 所谓的监控啦 所谓的这个框起来啊 然后追蓝眼 后来发现了 变成隐形传播链 那这就是会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问题就会发生 所谓的偶然因素呢 其实往往会影响到必然因素 偶然因素也是必然因素的重点 所以我们要谈到因果关系 多重因果关系 这里头其实在520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啊 然后我们知道 另外来讲呢 周易呢 也有提到一个 在细池下检的八支九 他有知道 所谓的前挂跟坑挂 前挂呢 是天下之 自荐 前挂就是 就是这个 前挂是自荐 所以呢 德行恒意 以知显 然后坑挂呢 天下之自顺 就楼顺的顺 德行恒解 恒减 以知主 所以要知道主 要知道显主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呢 要在心里头要研究呢 就是要有所谓的万物之心 都是要合乎这些道理 那我们知道 在听到这个所谓的钢楼呢 会杂击 然后急凶呢 可见 所以我们知道 变动呢 往往会产生利害 便和通知 以尽利言 所以很多东西在改变 其实都有利害会产生 所以这里头我们讲 变动呢 又以利言 所以我们现在任何东西的改变呢 其实都有利害会沸随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 另外我们在520 我们也谈到吉凶的问题 吉凶以情牵 吉凶用人情来牵 所以秦顺 乖礼呢 秦顺秤礼呢 则会急啦 然后秦利 义礼呢 则是道凶 所以我们知道 吉凶的问题 其实在这里头 往往也就是 决定你做什么事情 会产生吉凶的问题 所以在520 我们知道执政者 如果你承诺什么事情 或者执政者 你做了甲安平反 你要拯救了人家 拯救者 那这时 你就会产生很大的改变 所以为什么2021年情况这么恶劣 那也有可能就是2020年 2019年 你做出有一些因果关系的原因 没有好好做 所以你的吉凶问题 就是细乎在里头 很多情势变迁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要改变520的命运呢 其实在于一个重要的点 叫做折散固执 然后呢 所谓折散固执 所以我们知道 只要折散固执 然后特立独行 然后就可以改变 然后抗击呢 只靠关系的假成功 那我们几个例子来讲 像这个疫苗的案子呢 疫苗的案子呢 它是一个折散固执 然后特立独行 像这个所谓的 卡塔琳的卡里卡古 卡里卡古 他是匈牙利人 然后在1990年呢 他因为要发展 他所谓的性质RNA 他认为这个可以控制蛋白质 那这个问题呢 后来当时很多人都不理他 然后他只好到 从匈牙利到美国来 到美国呢 其实他也遭受当时的困境 因为他也没办法获得人家的 这个人家的这个支持 所以他政府的计划 还有公司的资金呢 他自己的同事呢 他都得不到他们的支持 迫于困境 所以当时呢 他是很有困境的 所以在1990年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卡塔琳的卡里卡古 这个匈牙利人呢 其实这个你的研究者 所以他要研究性质RNA 他告诉透过性质RNA 他可以控制蛋白质 可以产生制造哪些蛋白质 人类呢就可以做出一些蛋白质 来做出一个抵抗疾病 那以前呢 由于大家对于mRNA呢 mRNA呢 性质RNA了解太少 所以呢 大家认为 这个没有值得研究 其实很多东西 其实 往往是在于 微小的点 大家不起眼的点 他往往是关键的点 然后后来他得到其他人的支持 然后有些博乐 发觉他 这个是好的 所以他们才成立了 叫做Modella的公司 那Modella 我们现在就知道 发展这个Modella疫苗 那其实在德国 那也有叫做BioTaxing 他也知道 2013年呢 他也认为这个mRNA的东西 研究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在知道mRNA呢 其实他的研究呢 是历尽了很多 被社会呢 排斥 然后社会不重视 所以认为他没有希望 那我们知道 我们在任何的东西 其实这个是要知道 就是要有个相信跟毅力 这两个因素呢 非常重要 相信跟毅力 没有 只有相信 但没有毅力是不行的 所以你只要讲 说要司法改革 你相信要改革 可是你没有去做 没有毅力要去做 所以也做不来 所以司法改革呢 其实是 跟这个 所谓的 这回的 所谓 mRNA呢 这个所谓的 这个影响呢 非常的重大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Modella疫苗呢 它是用RNA疫苗 这个蛮重要 其实其实为什么 这个疫苗有这么重要呢 那另外 以他的母国 原来的匈牙利 它为什么发展不出的 这个科学 因为匈牙利呢 是用关系就可以成功 但是这个成功是假成功 那我们这个 以这个历史来讲 这也有一些英文 这有在讲 这story mRNA 这我们看英文的原文 那STAT 然后这里头 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个mRNA的 这个结构呢 现在 我们的团队 把这个mRNA 讲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mRNA呢 它是一个 很特殊的研究 那我们知道 其实这个就是 一个研究 发现 然后不起眼 可是是重要 它是一个偶然因素 但是必须要平常 努力来研究 它才是一个 会进入到 关键的改变因素 那我们知道 在台湾的医界呢 像杜延坤 杜医师 他杜氏刀法 那折散固执 然后特立独行 杜延坤呢 他享受开刀 他可以把神经虫 接来接去 然后他可以 把很多东西呢 医好 所以这个是尝试 impossible 变成为impossible 所以很重要的 一个考虑点 所以我们在医协上 有这些点 所以我们知道 很重要点 对不对 所以人也一样 对不对 台湾医界 有这么多 伟大的人 那我们知道 这个台湾医界呢 有这个 陈永新 他也在写传记 他发现台湾的医界 有蛮多的人 那台湾的华界 其实也有很多 有名的人 那我们知道台湾的华界 其实 其实有蛮多 重要的人 这本书 叫波涛 《波涛医友台湾华丽80年》 是另外一本 政治人格故事 是这一本 这怎么 找不到书 拿错书 这本书叫 波涛医友台湾华丽80年 那这里头有 波涛医友台湾华丽80年 也会有交一些 整人的故事 也有一些 救人的故事 那我们知道 真的来讲 其实 法力界呢 也蛮多 救人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 这些点呢 其实 就是就像 我们刚刚讲 那个医生一样 杜医是一样 杜颜坤医是一样 那台湾的法力界 也有很多拯救人 所以拯救 别人 那有所谓的 法力急诊室 那法力的 法庭呢 其实就是 拯救人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知道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不对 法界有没有一个杜颜坤呢 我们知道 像这个 陈献毅法官 还有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 在 这个 1979年2月28号 第一银行的 这个押费案 这99个法官呢 都没有去把案子 给他平还 那陈献毅呢 是第100个法官 所以我们知道 99100 你如果认为 不继续努力 其实 很多案件 就没有出现 那我们知道 赵子龙呢 文耀元 14名法官 也是一样 然后 最近呢 警察的案件呢 在彰发呢 像简启龙 那黄毅林 黄世伟 季嘉良 还有这个 余世民 陈英杰 公事检察官 刘新雅 这些人都是很重要的 士林呢 像陈欣希案呢 所谓的 林纪委 法官 这都很优秀 所以我们希望 士林的法院呢 能够 本着林纪委 还有很多 法官的 这个精神 能够发扬 像杜武 严坤一样 也像研究 这个MRNA的 这个修亚利人呢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 卡塔琳 卡里科 这个研究 所以这都是拯救 所以拯救人呢 其实是 不管是药学 不管是疫苗 不管是外科手术 不管是法律人 其实我们都需要 这些拯救的人 那这个来讲 其实这个都很重要 那我们知道 像新竹的话 新竹地方法院 现在呢 在省里呢 这个皇妈妈呢 在告这个 这个主任执行官呢 诬告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 这位法官呢 能够 也是一个 优秀的人群法官 所以大家知道 好 那我们知道 蔡英文呢 有没有恐惧 蔡英文其实 她是一个 有自信 然后勇敢 但是其实 她又充满着恐惧 然后做事呢 没有彻底 她没有 所谓的异力来完成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她跟这个 卡利古呢 不一样 卡利古呢 她是坚持 特立独行 然后毅力来完成 那蔡英文有什么样的恐惧呢 我们提几个例子来讲 施华改革 岁华改革 其实她就显示出来 蔡英文总统呢 这个五年呢 这个情况呢 有好有坏 但是在司法改革呢 大家听到 我们现在做调查 其实大家都认为 蔡英文的司法改革呢 是 只有嘴巴讲 但是没有真正做 所以我们知道 蔡英文第一个司法改革呢 她要有 旧有势力的打猎 我们知道 2021年 520呢 她 现在已经就职了 第五周年 对不对 然后我们要回顾 2016 520年的时候 她第一次提出司法改革 获得民心 但是 改革的绊脚石呢 是 在于她亲近的 在于司法帮 她的绊脚石呢 其实就是她好朋友 自己人 所以 并不是敌人 那绊脚石 绝对不是我们 而应该是 她显出来的 好朋友 她的司法院长 还有她的 亲近的人 所以我们知道 在《易经》里头 都已经讲出来 这些才是她的绊脚石 所以我们知道 司法帮 其实是她的绊脚石 那司法帮 其实也会打脸的蔡英文 那我们知道 司法帮的帮主呢 是露重头 那这些人呢 她只是要讨好 但是她不会讲真话 也不会真感觉 她其实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 2016年11月30号 苹果日报 TVBS呢 都有提到 蔡英文呢 讲了一些话 就这些话官的花怒 一起起来打脸蔡英文 所以我们知道 在11月25号呢 司法国事会议的时候 大家就会有 蔡英文讲 有钱判身 没钱判死 大家认为 好像2016年 蔡英文真的要司法改革 结果后来 经过一打脸以后呢 蔡英文就 未进 就没有真的改 那这个问题就是 司法当时 他们挤了一大堆理由 要保护这些司法帮 然后要保护 他们的既得的想法 既得的利益 他们不是真的要改革 也不是真的要民主 也不是真的要人情 而是维护司法方的官前主任 那我们知道 11月30呢 蔡英文总统呢 就被他讲了TPBS 有钱判身 没钱判死呢 就在11月 当时呢 就集体起来 抵抗蔡英文 然后我们知道 2018年呢 8月31号 因为 地方嫌疾的弱败 所以蔡英文呢 任内呢 挑在他的同一天生日 就 刚接华务部长呢 一个月的蔡清祥呢 就枪毙了一个死球 李鸿基 把他枪毙了 所以 利用这个来 杀人例外 转移焦点 然后 这个问题呢 也是以前很多 总统在做的事情 但是 我觉得 真的 一个 行人道 然后真的要改革 应该要 改化人心 把一些问题 彻底来解决 而不是呢 杀人 然后来 解决 所以我们知道 在 这个司法的问题 其实 他跟以前的 几位总统呢 其实 差别并不太大 并没有真的 大改革 然后在 2019年呢 蔡英文在 1月2号 在他的 总统府的档案里头 说要 要回馈全民 要超收的部分 要拿出500亿的 金费 给您 红利啊 2019年1月2号 2019年1月2号 其实是 华瑟改革 真是 搭上 这个黄备新运动 真是 国际都很重要 其实这个 华瑟改革呢 后面呢 被 被这个影响 其实也是 里头 有一些 特务呢 细胞呢 进入 华瑟改革团体呢 来中间呢 要主张和解 然后来这样做 但是 这些人呢 其实 破坏了 华瑟改革的 真正的改革 但是你要知道 2019年 1月1号 元旦升起 华瑟改革团体 到总统府 去抗争 所以这个 世界媒体呢 全部都在报道 所以在 1月2号呢 蔡英文呢 就想要 给人家 经济红利 然后 扩大 国力的补助 等等呢 其实都已经在 总统的 里头的官方文書 都写出了 媒体也报答 后来 这改革 500亿的红利 也没花响 这个也表示 蔡英文呢 是 在这部分呢 是虎头 蛇尾 老虎头 蛇尾 表示讲话呢 其实不算数 那这个也是 丧失明星 所以 2020年的险阱呢 其实它 充满了 畏敬 所以它后来是 打个芒果干 才得胜 但是真正 如果脱离 这些因素呢 其实就 可能就 不会 所以我们知道 整个问题 偶然因素 跟所谓的竞争因素 其实真的来讲 从本体论来讲 蔡英文可以做得更好 520可以做得更好 可是 她因为 没有坚毅的心 没有真的改革 没有想真改 所以她 只是 跟这个 一般的 嘴巴讲讲 但是 没有毅力 没有像 Kariko 这个 MRNA呢 这些研究者 这么认真来改 所以我们真的 要注意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 看一下读者的环境 读者希望呢 我们的改革呢 是改革 是不是有真的改革 是在态度 是真的来落实 而不是嘴巴讲 从520呢 也不是我们520呢 真的嘴巴讲讲 而是应该要真的落实 所以我们知道 改变态度呢 其实 会 困难会从 突破 如果 如果 我们知道 有时候 赫克克洛 他讲 你面对的恐惧 你就得一生 一世 被他 羁绊 要躲着他 所以如果 真的不改革 你面对恐惧 你就一生 在躲闪他 那这个印第安人 有一句话 如果你不敢正面 面对恐惧呢 那么你就一生 一世 都要躲着他 你的恐惧是什么 恐惧就是 你的执政 要不要展现 你的人格性 要不要展现 你的哲学 还是你被你旁边的人 绑架 那我们知道 台湾的这个 法治呢 其实在 法税改革 还有在 大家的努力下 其实已经 全世界呢 都非常的关注 大家也都知道 非常的有成效 那也当时 也的确呢 会影响到 蔡英文 也想要改革 也想要真的 那司法改革 蔡英文也想要改革 所以所谓的 司法改革 税法改革 蔡英文都想 可是因为 他的毅力不够 他没有像 卡里扣一样 像他努力了 人家要坚持 40年 那蔡英文呢 就是很害怕 恐惧 那这就 印第安人 如果你真的恐惧呢 那么你就真的 一辈子 你就要躲闪他 你躲闪 司法改革 躲闪 所谓的 税法改革 躲闪 所谓的 假案平凡 那这样子的话 你的判定呢 你就不是 世界的伟人 你只是 一般的 普通人 一般的 讲话 不算 会落实的人 所以这个就是 会 领袖 领袖有各种 种类 领袖有个 建议的 改变世界的领袖 领袖 有一个是 只是被 旁边 在一起 是一个皇帝形态 但是不是 真正的 努力 能够改变的 你就不像 杜延昆 也不像 卡里扣 也不像 这个 MRNA的这种 所以你也不会像 我们讲的 人情的法官 真的像 陈献毅 努力的 帮你来评换 像赵子龙 这样评换 你会 只是 会做一个 关架子 但是 实际上 真的 人民 实际来看 你能不能 拯救别人吗 你这个东西 到底有效没效 你这个疫苗 到底有效没效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 很现实的 很科学的 所以呢 最后我们要谈 假案平缓呢 其实是 最简单 最容易 也最容易 立干线 我们都知道 假的 只要 平缓 你拯救 推波 就一点小力量 你就可以 享受 割韭菜的效果 所以 如果 喜忠利聪明 如果 蔡英文聪明的话 他们就应该 针对 假案 立即来平缓 而不应该 牵涉到 某一些地方 派系的 一些影响 因为地方派系 那些人 你的亲近的人 那是害你的人 那不是 帮助你的人 所以 某些地方派系的人 要求你 继续整数 继续害人 其实 这个 是破坏你的 所谓的 你的成果 你的司法改革成果 你的税法改革成果 所以你不要 贴心那些人 所以最坏的人 就是围绕你身边的人 那些人是坏人 真的要改 就是 要看你自己的良心 看你自己的本心 好 请大家 在留言 给我们按赞 就是 就是 亲近的人 逆程 这些都不是好人 请大家讲 逆程都不是好人 他是吃你的人 吃你 喝你 害你的人 吃你 喝你 害你的人 好 那我们就知道 真的高调正面的 讲我爱你 还是低调静默的 我爱你 我们知道 高调正面的 我爱你 现在 我们知道 叫人家要正面思考 在最近 疫情期间 听到正面 大家吓死 这简出来是阳性 就是pacitive 对不对 所以要讲人家 要积极乐观 你讲的 stay positive 那人家吓死 应该是要 stay optimistic 乐观点才可以 不能叫人家正面 所以我们知道 正面 其实是一个 很有问题的 那我们知道 高调正面 520强调的 应该是 本体的生命 本体的健康 本体的自由 本体的民意 本体的财产的维护 人权的维护 而不是在 西甲的 所谓的 政客的空行 到处 有庙的去拜 对不对 而不是 也没有真心 帮助人家 所以还被人家 嘲笑 对不对 人家讲 说要总统好 结果人家讲 静 对不对 所以 这些问题 就是 你不能够 动不动 你那种所谓的 关接 国家华裔 社会华裔 那些东西 都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真的 要让我们本体 另外一个想法 静默 我爱你 我们知道静默 其实是安安静静 但是真的 在行动中 就是我爱你 然后我们知道 在研究团队里头 最近还有所谓的 所谓的 干脑核糖核酸 的基因 叫静默RNA 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技术 它这个小的干脑树 直接会送进患者的汇部 然后来把那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 由生物科学 那由医学 有人体学 然后有所谓的人体 以宙学的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观察 人的成功 其实是有很多因素 那我们知道 直接疗法 有说本体论的疗法 这个里头有研究 尽管市面上 有很多 COVID-19的疫苗 但是没有针对 COVID-19的病毒 直接疗法 所以这部分的基因 静默基因 是一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知道 在520 我们有很多 跟以前的不一样的想法 然后我们也 让所有的国民 能够了解 公民了解 然后让我们的政治人物 也能够真正的改变 对不对 然后再 还有一点 我们必须要讲 520 人情DNA 这个很重要 蔡英文在2020 2021年的228 今年吗 228它就比出 人情DNA 那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想法 可是人情DNA 其实要靠人民 自己救自己 自己救自己 而不是靠 所谓的被害人 那被害人 如果他没有进步到 拯救者 他是不会救你 所以我们知道 美丽岛的被害人 白色恐怖的被害人 除非他转换成为拯救者 所以他才会有 真正的拯救者 不是被害人就是英雄 被害人没有什么英雄 被害人不是英雄 被害人只是一个事实 他没有做出英雄 真的英雄必须要有真的改变 就好像疾病是加害者 然后病人是被害者 然后疾病攻击病人 然后你得到病 得到病你还是病人 你不可能被害人变成拯救者 你必须要拯救者 所以人前是对抗 加害人才叫人前 而不是你被加害人陷害 你就是人前 所以我们人前的东西 必须要具体行为 不能够你曾经被害 你就认为你是人前的 人前的拯救者 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知道 在520人前DNA 就是应该要拯救别人 才能够拯救自己 然后我们知道司法改革 其实最容易解决 然后不要再抗击改革 司法改革有几个重点 这里有22个重点 出发点就是司法是一个人权 而不是司法是一个威权 司法是一个掠夺 那台湾立法行政司法 韩媒体都是用猎夺意识形态 很少有所谓人前 那了不起的是蔡英文总统 她提出人前的观念 但是来对抗猎夺的观念 然后我们也知道 观察的要点 观察的要点 就是我们的目前的司法 他不是拯救者 他只有少数是拯救者 大部分都是在里头 要为自己的升官发财 而立斯楼他也不是真的拯救者 他是把它控制在小案件的整数 然后做出象征意义来获取更大的宣传效果 更大的利益 我想有些历史 但有些历史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第三个点 台湾司法的甲在哪里 台湾司法是经给先 台湾司法就是害你 然后一个洗先 一个白死 然后在里头把你救 救一半又把你丢进去 然后整个制度不想好好改 像行政诉讼 都是一个很不好的制度 还有行政执行也是很不好的制度 还有台湾的监疫刑刑 还有看守所 都是故意把它弄那么烂 然后让这些变成一个特情结局 其实这个都可以改 这个都可以科学化 都可以以下这个可以改变 自在人为 但是以我们现在的法务部长 跟司法院长 他们只是随波逐流 只是安定现状 不是想要真正把它找到 mRNA一些关键的改革点 如果能够关键改革点 那它才可以跟以往不一样 进入人前的所谓行事执行 人前的行政执行 人前的看守所 人前的监疫 这些点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但是他们因为只会做官 但是并不会真的像科学来研究 然后我们最后 第四个点 我们批判性思考 我们台湾很多应该有批判性的想法 这很重要 而良心跟黑心其实也很重要 然后这个也关于所谓的法官回避的问题 那现在很多法官呢 季节回避 然后他们根本不知道 良心为何物啊 然后也不知道 其实审理别人的案件呢 其实是一个个案的正义很重要 然后第六个点 为民服务呢 你跟为自己来捞钱 捞位置 其实是不一样 你看杜颜坤 他把财品都建出来 然后他就救人 这个才是为民服务 为病人服务 所以以前有些人 就讲 如果讲医生 他就会生气 应该要讲医师 你看生跟师有什么差别 其实重点不是医生跟医师 因为重点在病人 要把病人医好 事病如亲 要拯救病人 这才重要啊 那我们的法官呢 重点是应该个案的正义才是重要 那我们的立法委员 也重点应该是人权立法 那么立法委员每天都不管人钱 然后有些立法委员是我的学生 他也认为 我对他们有提升他的经济价值 因为他们想立委 干完以后就当县市首长 然后最后想干上总统 那他们一生只有位置的位置 像有些警察这边挂了一大堆新章 但是新章以外的东西是什么 也不重要 那人钱的观念其实也没有 那立法委员也一样 他们不知道真的偶然因素 在于特立独行 在于坚决 在于改变 那其实很多东西 关键因素其实找到 其实台湾真的可以改 那目前台湾都是 一些人啊 就是像匈牙利一样都不想改 那这些问题 所以没有新思考 没有关键性的思考 没有毅力的思考 没有特立独行的思考 所以 却要有科兴 有些人啊 其实都是在害人 然后他们制造假案 然后一个假案出来就可以养活很多历史 也可以养活很多法官 也可以养活很多检察官 所以我们知道太极门案呢 养活了不少的这个历史 养活了不少法官 但是真正拯救的人 其实他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所以拯救者呢 是用自己的生命啊 身体啊 时间啊 去拯救别人 那如果是 不是拯救者 是假拯救者 就是要钱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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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好 然后 十二呢 拯救思法 是人民的认识 所以我们在讲思法改革 就提一个重点叫拯救 那你看 这个司法院的司法改革 他有提出拯救吗 司法院的司法改革 就是车子要改好一点 办公室要弄好一点 然后自己薪水要好一点 正好是司法改革 是改革他自己的待遇 对不对 然后要配置一些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然后 这个人民呢 如何 第十三个人呢 才是真正的司法人员 真正司法人员是拯救者 所以我们提出半天的拯救者 拯救者 拯救者 那 第十四个 人民聪明了 假司法就不会再 骗人了 以前的司法 动不动再骗以前 对不对 那 因为人民不聪明 而且大家不知道 如何来干 无主宰的司法 司法 一定要靠正经 不是法官最大 然后检察官最小 或者是历史楼最大 或者司法院长最大 其实 就不同的角度 就像勤医 很多医生来会诊 去找到 病的关键数 这个是最重要的 然后大家都是没有意义 有呈现 就无主宰 第十六个点 司法的抗议 司法当然可以抗议 我们任何东西 一定要抗议 所以在司法 刑事诉讼法 第289条 是所谓的前辩论的意思 然后290条 被告最后陈述 被告还是可以抗议 对不对 所以有抗议才是真的司法 没有抗议都是假的 然后给贪心的司法人员 17块的奖券 我们有讲应走钞票 叫做17年 在我们这本的 人性尊严 新华体系入门 有一个印钞票 印钞票印17块 对不对 17块的钞票要干嘛 17块的钞票 其实是很好用 那你印17块钞票 是伪造文书吗 也不是 对不对 伪造货币 其实也不是 为什么 因为没那种货币 不是现行通行的货币 那为什么 这种钱可以用 这种钱当然可以用 对不对 这种钱其实不好用 其实这种钱很好用 为什么 这种钱给税务一般人员 他们就拿去用 对不对 现在叫税 到6月底 今年多了 延了一个月 然后我们知道 如果印一般的100块 那些钞票 那当然 这个不太好用 不是 那会 会 会 会犯罪 对不对 但是我们如果 印的一种钞票 就是17块 那这17块的钞票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去找不到这个东西 应该可以找到 我现在找 因为我们现在直播呢 现在都在家里直播 对不对 所以 办公室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 这个 怎么说 437页 对啊 拉近了 对啊 437页 然后他就找到一张钞票 是17块的钞票 那17块钞票 他说 你怎么印这种钞票 这个不是现行要用的 然后他讲说 这个钞票虽然不现行用 但是 不用 但是还是很好用 因为一般人不要 可是呢 可以给这个税务人员 可以交税 因为他什么钱都要 对不对 所以 有的没什么钱那么低啊 对不对 所以 我们知道 这些 这些坏的 连大便呢 他都要把它当黄金 都要执行 对不对 所以 来 第18个点 人民节悟呢 司法才有望 人民不节悟呢 司法不会有望 然后 第19点呢 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 贪毒司法的这种 大数据策略 其实任何东西都倾施到钱 贪毒司法呢 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钱 其实 像这个 司法院长呢 他领的法官价值 很多很多 其实这个就涉及到 贪毒的问题 系统性的贪毒 你去看一下 美国的 最高法院法官 有你那么多钱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整个制度呢 其实就是要把你 绑住 让你没有真正像杜颜坤那样子 杜颜坤医生把他的薪水都捐出来 一切都丢出去 他只追求本体 但是你都追求你的辩证的 满你的泡 所以你的人格就无从显身出来 你只有你的外表 所以我们只看那个人外表 穿着一大堆戏服 一大堆 一大堆心脏 然后一大堆的位阶 但是他脑袋里头是草包一个 所以 因为我们用钱 来给他加在上面 所以这个辩证的问题 所以当然你就看不到 他的真正的本质 那我们知道 人民呢 二十 随时随地 我们一定要做人钱的请文 人钱才重要 然后不能够 随便便都当作是一个人钱的歌 到处都是便便 大便 吃大便 既吃大便 这些 既吃大便才对 不是你吃大便 人民呢 是应该要有爱跟裁判 才是美闷会成真 好 那我们今天其实讲 蛮多的问题 其实在2021年5月16号 我们记得这个陈寅华 记者呢 他在信传也写了一篇这个航问稿 那这是现在呢 2017年5月16号 那这是点液人数很多 所以当时2017年呢 真正大家都会改变 都想要改变 但是2019产生重大的质变 因为用1450用钱 然后来迷惑大家 使大家更得更穷 所有人都被金钱所控制 所以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知道记者呢 有很多人其实也很难过 然后我们知道苹果日报 其实有很好的 因为苹果日报当时 在南京东路呢 他就画一个大苹果 对不对 2018年前 当时我第一个就订苹果日报 我就觉得苹果日报呢 其实他有很多理念 其实是蛮好的 但是因为记者的问题 他记者没有享受 公权力的保障 那整个记者 媒体的第四千 没有办法花回 大家不尊重记者 所以这一点蛮重要 所以我们知道 当时在媒体 苹果日报 有提出一些想法 那我们知道 这些问题呢 其实苹果日报 最近的纸本也不划行 这个其实台湾 在2019真的产生很大的改变 然后2020年 有COVID-19的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 现实是残酷的 但是他们即使呢 可以把春天的花朵都把你看光 可是春天还是回来的 因为人呢 还是有毅力 人还是有他的本质 会改变 所以我们知道 这里头我们要提一个 在2016年4月30号 有关于羁押中间 侦查阶段 检察官的业见情 我们知道 侦查不公开 其实是 是要保密 保密的秘密 而不是对被告不公开 被告应该知道 这个刑事宿罪机关 用什么样的罪来判他 所以我们知道 要告知罪名 让他能够行使正当的皇位情 所以被告 他做的笔录 当然还可以自己拿走 所以现在在检察官不让你拿走 然后检察官在侦查阶段 用侦查不公开 然后整个东西 这个其实是有很大问题 其实侦查阶段 其实没有不公开的问题 所以侦查其实是要对于 被告要公开的 所以要告知被告罪名要公开 他才能够皇位情 这个业见钱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被告律师 要帮被告辩护 难道他没有业见 那不就是等于黑箱中呢 再帮被告来做辩护呢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所以业见钱是 律师的辩护钱的 必要条件跟充分条件 所以在业见钱到目前为止呢 还是没有让在侦查中呢 律师有充分的业见钱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应该要改变的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司法改革 其实我们真的台湾的 这个官员 重要的改革 其实就是要脱离 原本的这个 所谓的掠夺式的 威钱式的 这种官钱思想 而进入到 以民为中心 人钱的 所谓的公务员的思考 所以人钱DNA呢 做标准 各个工钱力机关呢 其实要大的改变 那这个蔡英文总统呢 在这个提出的 人钱DNA的这个概念 其实这很重要 这是很多总统都没有提到 但是既然提出这个概念呢 其实就应该要有 坚洁的毅力 把它落实 所以不能只有口号 不能只有口号治国 必须要 真的要落实来改变 那人钱DNA 其实在脱离 旧的威钱 旧的掠夺的官钱思考 进入到人钱公务员的想法 那第一个点呢 就是在人钱立法院 立法委员 一定要用人钱为他的核心 来制定符合人钱的华力 然后有人钱的立法院 那我也知道 很多的这个立委 其实他们 就是还是脱离不了 跟地方派系 地方的势力 结合 所谓的 这些想法 但是 其实 立法院要做出一个游戏规则 客观公平的游戏规则 他必须要有人钱的角度 那立法委员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可是我们的立法院 最近好像都变成不是有他的功能 都是怕突出 怕能够帮人钱讲话 他就会被自己的同党的立委 来加以攻击 这都不对 以前的立委在立法院都为了真理念 真改革 那我们看 以前我们看一下 20162017年 我们的司法改革 我们各种改革 都是在立法院 都进行的 非常的热烈 可是到 2020年 2011 整个立法院变成一言堂 变成没有改变 所以我讲这个气势 如果没有人钱 就没有所谓的国会 也就没有立法院可言 第二个点 要有人钱总统 人钱的副总统 人钱的行政院 人钱的行政院长 人钱的警察 人钱的公务员 人钱的财政部长 现在的财政部长 其实还是所谓的国库主义 掠夺主义 并没有真的走到人钱 也没有真的 租税政基增法的依法行政 也没有考虑到 人民的人钱 财产钱的保障 那人钱的主计长 我们的主计长 也没有真的来帮人民 为人钱把关 人钱的税务员 税务员现在 租税报税时间到 都没有所谓的人钱的角度 那真的 其实像黄空光 他们都是有人钱的角度 那我想真的 税务员也要彻底的改变 要人钱的DNA的这一部分 等于是一个重点 使人能够真的像一个 能够帮人民服务的公务员 那人钱的教育部长 教育部长呢 也要维护这个所谓的交易的各种发展 能够自由发展 而不是用来控制底下的教授 系主任 这个都不对 那人钱的校长 校长也是一样 都是要有人钱为他的重点 人钱的行政执行官 这个是最严重的 因为行政执行署呢 为了钱 为了奖金 为了绩效 忽略了所谓人钱的问题 这个是蛮重要的 第三钱就是司法钱 要有人钱的法官 人钱的法院 人钱的律师 人钱的检察官 人钱的官务人 人钱的刑事执行官 我们知道 法官其实就是应该要有特立独行 要把法庭个案的争议呢 要找到 那律师也是一样 就帮忙 这个来发现真实 然后检察官也一样 而不是在里头比官威 或者在里头用钱力呢 来证肃别人 来用假案来陷害别人 所以我们像 这个何官人这种例子呢 其实是不应该 在法治国家 其实人钱来讲 他是应该要重新学习 然后像竹北的 这个新竹地检署 这个郭永花检察长 其实他也应该要 对于当天 那个职日官 那个诚信检察官 人家限制植物纪 他应该要发动侦查 来加以 使他们检察官 变成人钱检察官 说不定不是 那个陈检察官 而是郭永花在里头 帮忙 在里头 这是他们对眼 所以郭永花 在检察长 一直不出来说真相 所以我觉得 他以一个人钱的角度 一个检察官的 公益代表人 还有所谓的革命的小孩 其实在这里多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 其实检察官也都在竞争 都在改变 很多很多的检察官 其实都非常的优秀 那我们知道 检察官的改变 其实就是 好不好 就是在 他们人钱的观点 是不是能够考虑 人民全力的保护 还是检察官 还是维护 所谓的国家法语 维护社会法语 我们在新竹地检署 他的官方的网页 竟然是国家法语 而没有保护个人法语 所以我觉得 新竹地检署郭永花 他的人钱观念 必须重新配合蔡英文 做人钱DNA的重新改造 那我们知道 法官其实维护人钱 现在很多法官都已经优秀 然后都已经 意境突起 都已经接着 已经改变 对像美国的 这个所谓的人钱法官学习 欧洲的人钱法官学习 那而不是像所谓的 司法院长喜忠利学习 因为喜忠利的 他的人钱观念 其实跟现在年轻的法官 还是有落差 俗优俗裂 人民自己可以判断 然后我们知道 人钱的媒体 司法媒体 在这里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在司法部分 还有司法的媒体的 记者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蛮多 这个人钱的司法记者 其实促进台湾法制的进步 台湾从戒严时代变到戒严 其实都是记者的功劳 其实台湾的记者 我觉得很多既有人钱观念 应该要加以鼓励 所以我们记得 第四前的人钱的媒体 人钱的报章杂志 像苹果日报 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些 都必须要国家 要人鼓励 人钱的发展 国家鼓励特立独行 国家鼓励 真的变成一个人钱国家 让台湾人民的生命 身体健康 自由民意财产 这些个人华裔 都能够受到保护 最后一个点就是 监察院 人钱监察委员 人钱审计长 人钱审计官 这些人钱审计的部门 这些点来控制 来监督人民的财产 不要被操征 不要被滥用 不要滥用国家的资源 然后这些点 非常的重要 我们知道 台湾虽然很小 但是台湾是一个观念清楚 逻辑很清楚 然后人钱很清楚 台湾人有爱心 也有坚人不拔的毅力 台湾人也希望自己很好 别人也要更好 然后也希望整个 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自信 所以我知道 人钱是台湾的重点 那今天 吴二里 蔡英文总统 竟然进入静默时代 就是什么都不讲话 那但是 我觉得 蔡英文总统 如果能够往人钱方面 做假案平反 能够做出 要求这些人 进入人钱的部分 不要只留意嘴巴脚 而应该落实 能够真的 在他的执政的阶段 能够跟人民互相交换 人钱的观念 那这些点其实是很重要的点 那这些点也是简单 而且很容易做得到 并且能够改变 今天是520 然后也跟大家谈 这么重要的问题 那也谈台湾一切都要 私华改革 税华改革 然后台湾的人民 在各个工钱力都要改革 台湾也不再应该有 警察的霸凌 各种错误的观念 应该进步到 人钱的高格级 高观念 那这些会非常重要 那感谢大家 那请大家在留言的地方 说人钱是一切 人钱是台湾的未来 人钱是台湾的希望 人钱就是希望 也就像杜延坤讲的 医师讲的 他就是要让人民的希望 这个很重要 如果工钱力 一直在迫害人民 剥夺人民的希望 那么我们要这些工钱力干嘛 我们要的施法 是一个有品质 有照顾人民 拯救人民的施法 所以拯救才是人钱 然后今天就是要 真心真情真意 来改变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精神愉快 然后一切顺利 真的能够在 这个疫情的阶段 能够大家保有健康的身体 跟大家能够 很快疫情过后 然后恢复我们的施法 然后我们的假安能够平反 我们的公务员 不再是人见人厌的 像这些 不像人的 像一些障碍我们的一些 什么蟑螂老鼠 这些困扰的东西 所以120级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每个人 多百里 一百里就会 然后身体都健康 然后我们也520 我爱你 真心真意的爱你 祝大家成功 然后我们下礼拜 121级见面 感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